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三星电子被控侵犯韩大学专利部门Kelist IPAuster FinFent专利, 遭罚4亿美元,约新台币118亿元。 三星表示,对判决感到失望,并将提起上诉。 据彭博报道,三星告诉陪审团,公司曾参与FinFent共同研发, 因此不构成侵权,并质疑该项专利的合法性。 不过,Kelist IPAuster表示,三星一开始对相关技术不屑一顾, 直到对手Intel采用后才改观除了三星、高通、哥罗芳德、Global Foundries, 也是Kelist IPAuster控告对象,不过目前只有三星遭罚, 且三星侵权行为被陪审团认定为故意。 因此法官有权将裁罚金额提高至陪审团提出金额的三至四倍。 FinFent是晶片制造的关键技术, 目前同为晶片大厂的三家公司。 三星、高通、哥罗芳德正联合铸汽防御阵线, Kelist IPAuster是Kelist IPAuster在美国设立的子公司, 隶属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,Kelist。 Kelist IP由南韩政府出资设立, 是韩国第一个研究型科学与工程机构, 在全球拥有超过3300项注册专利。 在全球拥有超过3300项注册专利。 Kelist IPA团究会认定为适合一项精进入的区益提高至陷阅。